中國 伊朗 俄羅斯 現在在進行一場軍演 叫做安全紐帶2023的海上軍演 但這個地點就很重要 它在阿曼灣進行軍演 那這一次的這個軍演行動 我們先來看一下最新的這個畫面 這一次的這個軍演 三國的軍演 會從15號一直持續到19號 那麼大家都派出了 很多的海軍的軍艦 那中國大陸派出了 南寧號的導彈驅逐艦來參演 主要參加的項目 包含了空中搜索 海上救援 海上分裂室等等的科目 那大陸不防部表示 這一次的演習 有助於可以深化 三國的海軍務室合作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也說了 中東是世界上熱點問題 最集中的地區 那作為中東國家的好朋友 中國在這個地區 沒有資歷不搞小圈子 也致力於熱點問題的政治解決 始終是最可靠的斡旋者 接下來我們來看了 這個演習的地點 大家就覺得這個地點選在 阿曼灣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含義呢 因為你看阿曼灣上面就是伊朗 然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波斯灣的對面 沙烏地阿拉伯 等於是掌控波斯灣的一個 枢紐的一個進出口 對阿曼灣有高度的軍事的 戰略價值跟意義 美國多次的在這個地方 去攔截伊朗 或者是委內瑞拉的郵輪 對 之前常常傳出什麼 郵輪被襲擊爆炸事件 都是在阿曼灣這個地方 是 有的時候美國就 就一次的就把這個 委內瑞拉的郵輪就搶走了 就把他爐走了 所以對於伊朗來說 對委內瑞拉來講 他們都是很苦惱的 因為伊朗來說 我油已經賣給你了 我已經交付給你第三方 你一離開我的港口的時候 那責任就在你了 可是對委內瑞拉來講的話 他就很痛苦 所以有的時候就變成要委託 伊朗來幫他運郵 那我們也看到了前段時間 伊朗他的海軍就到了巴西 去停靠 那美國當然表達抗議 而巴西認為你沒有理由抗議 對啊 到底為什麼要抗議 那就是因為伊朗 他為什麼他的這個軍艦 要到巴西停靠呢 他就是在護得他的郵輪 護得他的郵輪 能夠順利的到委內瑞拉 但是這個航行的這麼久了以後 那這些軍艦必須要補給 對 所以他們最好的一個方式 就選擇到巴西 因為巴西 美國不敢去對巴西制裁 或者是干擾 所以他的軍艦就可以停靠在巴西 整補完了以後 那麼再回來 現在是這個中國大陸 伊朗還有俄羅斯 在阿曼灣這個地方 舉行聯合軍演的時候 那這樣的情況就會有效的 嚇阻或是阻止美國在這個海域中 對於一些 委內瑞拉或是伊朗的郵輪 進行搶劫 進行攔截 這樣的一個情況就是確保 這個地方的區域間的安全 跟航行的一個自由 我覺得這個對於美國來講 會有威責的作用 那美國來攔截這些郵輪的理由是什麼呢 是因為打著制裁的名號嗎 因為美國他單邊制裁 委內瑞拉在過去的時候 他單邊制裁委內瑞拉 以及伊朗的時候 他就去掠奪他們的有 那他說你們違反我的制裁 所以我就把你的郵輪就扣押 可是這個是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的規定 這個叫做常備管轄 那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這就是海上的公然的海盜行為 就是公然的搶劫 這個委內瑞拉或是伊朗的郵輪 這基本上來講 是違反國際公法的 沒錯 各位 從來教授這樣的說明 大家都聽懂了嗎 為什麼中國大陸要到阿曼灣來演習 為什麼俄羅斯要來呢 不是為了 真的說在中東 要發揮什麼軍事影響力 而是要保護那些 會被美國劫走的郵輪跟商船 所以最後到底誰是強盜呢 這個答案相信大家心裡已經有譜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大陸在AI的部分 最近又更加的強大了 百度打造了AI聊天機器人 叫做文心一言 文心一言已上線 但是現在啊 百度的創始人也說了 他們也知道啦 目前可能還沒有辦法跟 這個美國的 譬如說像ChatGDP啦 來PK 但是呢 胡錫進也說了 我們不要挑剔嫌棄 我們一起幫助他成長 大陸不能沉默 我們不能被美國一網打盡 或許很多觀眾朋友還想說 文心一言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啊 他就像是我們在使用Google 我們問他問題 我們是用文字用打的來搜尋 但是未來呢 你可以直接問他問題 譬如說賴教授是誰 他可能就會跟你回答 前進戰略高地 全球大事也是什麼樣的節目 他就會告訴你答案 你就不用再自己去搜索 然後自己去用你的腦去拼湊 這邊是正確的 這邊是 他直接回答你 就等於是你有一個電腦小幫手 未來這好像是一個趨勢 以前大家不太看 但是現在發現 中國在做 美國在做 很多國家都在做 這是一個把人類的大腦 就因為我們人類的大腦 太精密了 然後各位想想看 把人類的大腦 要塞在一個機器裡面 它的演算能力要很大 它的記憶力要很大 然後它的辨識能力要很大 它搜索能力要很大 一般來講我們的搜索就是用比對 就是我們打出關鍵字 然後它就去進行比對 然後把這個有跟關鍵字有關的 這些比對成功的全部都把它叫出來 可是問題就在一叫 叫太大的時候就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負擔 可是怎麼樣把它精煉縮短 那這個部分裡面除了你必須要把正確的知識 輸進這個雲端輸進它的計算機裡面 也就是說我們講的是正確的知識 所以你要先把正確的知識都輸進去 再來對於它進行演算 再來對於它進行比對 然後呢在最後它還要跟你對話 這個不簡單 那因為現在在走的是語音的 所以就是聲音的辨識 那也就是說我們原本是文字上的辨識 現在變成要語音的辨識 那語音的辨識那這個難度就更高了 對好語音的辨識聲音的辨識文字的辨識 然後再加上比對然後再加上演算 各位這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程 這涉及到你的演算力你的算力 還有涉及到你的大數據 涉及到你的所有的資料的儲存 這個不容易好那我們的問題是在於 我們看到了前段時間 美國的他們所釋放出來的 這個聊天機器人 對這麼的強大 CHAT GDP對不對 然後還有GPT4 這個讓大家感受到說 哇這個是未來的時代 很多年輕人開始在用了 雖然可是現在看說實在的 錯誤的訊息還是很多 就是說所謂剛剛賴教授講的 大數據裡面的訊息 錯誤的都還是很多 那你如何給他一個正確的訊息 那一定要還是要 是不是依靠人來判斷 沒錯 例如說我們現在的一個訊息 這麼爆炸 然後有正確的有錯誤的 還有人故意知道錯誤的 模擬一下好像是正確的 你如何去判斷它 是為真或是為假 然後這些訊息要輸進去裡面 各位想想看 以中國大陸現在他要跟美國PK 我覺得還有一個落差 但是對於大陸來說的話 事先求用 然後再求好 是 那美國一個本來的運算力就很大 美國你想想看 美國的谷歌已經在這個搜索機器 已經做了多久了 所以美國它本身的儲量也夠大 它的容積量也夠大 運算力也夠強 那因此對大陸來說 你百度要跟谷歌要PK的話 我覺得我個人是覺得 以中國大陸的戰略來講 是先有然後再好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跨出這一步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沒錯 所以為什麼百度的董事長 他說文心議員現在要發佈 就是因為市場有需求嘛 那市場有需求 現在你知道嗎 這個就像剛剛賴教授講的 這種機器人它的數據 你怎麼驗證它是真還假的 當然要經過測試 你要回報告訴他說不對啊 答案錯誤 現在呢申請服務測試的企業 達到7.6萬喔 你知道嗎 它昨天才上線喔 已經有7.6萬了 因此它的股價呢 直接漲了15% 那未來要用在哪裡呢 有沒有開車的寶寶們 有的話聊天室幫我加一 開車的時候你想要找一個東西 你當然不可能用手機啊 這樣很危險 所以呢未來你直接呢 用這個機器人 它就可以幫你 譬如說呢 我要到這個中天攝影棚 車要停哪裡 停車場在哪裡 它可能就告訴你這個數據喔 長安易達呢 將會成為中國大陸 第一款搭載文心意言的 技術車型 其實現在有類似的 譬如說我的這個GPS 我就跟他講OK Garmin 它會 它會辨識 但是就像 剛剛賴少爐說的 有一個技術還沒辦法突破 就是你要講得很標準 你要配合它 現在呢 這個車型也厲害 小安你好 其實像很多的機器人都可以 但是現在比較初階的 那文心意言 它是比較有 可以告訴你更 演算力的 對更多更厲害的 只不過呢 這些發展喔 通常最後呢 美國都會來一招 就是說你這個涉及國安 然後等等的理由 來做一些制裁 比如說最近的抖音 其實抖音的這個部分 大家就覺得很為難耶 因為現在美國要幹嘛呢 美國說你抖音對不對 這麼多人在用 不然這樣好了 你中國股股東 你出清你的股份 我就不制裁你 你不出清我就要制裁你 但是呢 我們來看TikTok發言人 他就說 如果你目標是國家安全 好 那應該是發布禁令或撤資啊 而不是叫中國的股東 應該要出清他的股份啊 就是說呢 TikTok要繼續 作為字節跳動的一部分 就會被禁 教授你怎麼看 TikTok在美國是一個非常成功的 一個APP 它事實上是中國的一個 進入數位時代的一個 標誌性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標誌性的產品 它在美國的排名 就是我們講的數位化的這個數據中 排名前十名中 它排名第三名 但跟各位報告 第一名第二名也都是中國的APP 都不是美國的 都是中國的 那由於他太成功了 他在美國在全世界都太成功了 而他的訂閱付 他的客戶已經超過Meta 也就是說他的成長的速度太快 我覺得TikTok的成功 他除了提供一個平台 給男女老少 就是各種各樣的一個創作的平台 而且他也提供我們一個 索解身心的一個很好的平台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 他是利益分享利益均沾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創作者 他只要他的產品受到歡迎 受到支持 他都得到廣告商的興趣 給他贊助的話 或是下廣告 他就能夠獲得一些利益 所以這樣不管是5塊10塊 20塊100塊 對很多年輕人來講 對很多人來說的話 他覺得是一件很有趣的 那有很多有才華的人 在這個地方成功以後 他就乾脆就變成專職了 他可以養家活口 就靠著這個軟件 美國政府很多次的 他要求他的盟國一起來進 他的盟國也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跟他一起進 沒錯 美國加拿大歐盟 然後現在紐西蘭 感覺好像五眼聯盟都要進 但是由於他們進 只能夠在政府機構裡面進 他要求 例如說美國要求聯邦政府進 現在有很多的州政府也進 然後他現在要求 聯邦政府的公務員 你個人的手機 例如說 像我當然就一定會有T-Dog 這是我們一定會玩的 對不對 這是必須的 例如說這是必須的 這個我們的T-Dog裡面 一定會有的 那問題就在於 你是聯邦政府的公務員 州政府的公務員 你不可以用 它是管你私人的手機 也不可以用 你不可以用 它可以用法律規定 可是問題就在於 它不能夠讓一億多的 美國的這些年輕人 小朋友 老人家 還有一般的上班族人 它不能夠強制 你說你不能用 對 那它怎麼辦 那這樣不就只是一個 象徵性的嗎 那也就是說 T-Dog的損失是一個 但是事實上 真正損失的不是T-Dog的業務 而是聯邦政府 為什麼 因為或是州政府 原本不管是聯邦政府 或是州政府 他們也可以透過T-Dog 來做政令宣導 是啊 他們還可以把它作為說 他們很多政府的訊息 也都可以透過這個T-Dog 甚至它的政府形象 都可以透過T-Dog來包裝 來去宣傳 但它一進以後 它就完全沒有了 沒有了以後 那它怎麼辦 那有很多其他的政黨 它可以用T-Dog 好 可是美國政府它的問題 就在於它看你賺那麼多錢 它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要把它賣給我 喔 這個就是這個原因喔 它也想分一杯根 美國利益 它不只是分一杯根 它是把你 整碗膨起一鍋端 它把你搶走 所以它要求你 只要是中國的股東 你都必須把你的股份剝離 剝離的意思也就是說 你必須把你的股份都賣掉 出清 那這個叫做掠奪 中國搶劫 而且它是大啦啦的明目張膽的 要當強盜 搶你的T-Dog 然後搶你的know how 搶你的背後的大數據 它就是要把你搶走 所以國家安全只是一個理由 它的營運長 就直接擺明了 國家安全只是你一個幌子 你的目的就是搶走 中國一個很成功的APP 可以這樣做嗎 如果你美國人真的這樣幹的話 以後任何一個國家 你美國的企業 假設啦 我們就講特斯拉 在中國大陸很成功 哪一天中國大陸就宣布 特斯拉影響到中國的國家安全 所以馬斯克 你們必須剝離你的 在美國的 在中國大陸的 特斯拉的所有股份 全部要讓出來 中國大陸要完全接管 而且我還可以把你訂一個天花板 說你的股價不能超過多少 那也就是說 你只能夠按照片面價來賣 然後在片面價以上的都不准 你只能在片面價來賣 例如說假設我們台灣 一股十塊錢 你只能最多十塊錢來賣掉 那這樣的話 您覺得可以嗎 如果美國人這樣幹的話 在全世界就壞掉了 所有的秩序了 沒錯 所以大家才說 為什麼這個美國標準 已經不適用於全世界了 那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們也請這個賴教授 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導播可以給我下一張嗎 最近大家很擔心 尤其是投資人 雖然說你的錢沒有放在那個銀行 可是你不知道 你身邊的其他的企業 或者是你自己的銀行 有沒有投資這些東西 包含了這個矽谷銀行的倒閉之後 然後在瑞士信貸銀行 大股東不把錢放進去 市場又引發恐慌了 賴教授你怎麼看現在這一局 因為連歐洲都很生氣 歐洲的金管會覺得 你這個美國政府很無能 美國的矽谷銀行倒閉 因為美國原本的規定就是說 我們既然是資本主義的國家 那就應該按照資本主義的規則來走 那你這個銀行經營不善倒閉 那就要認賠 那你按照你的保險來賠 也就是說你這銀行 我們政府有規定你要怎麼保險 你就必須按照保險來賠 結果聯邦政府竟然介入了 然後去救這個矽谷銀行 也就是說這樣的話 就破壞了整個金融界的一個規則 這樣的話會鼓勵這些無能的 或者是這一些銀行 它反正想有政府會做保單 那它可以扶作非為 這個是很糟糕的一個行為 也就是說圖利銀行家 銀行本身就是已經是一個吸血鬼了 然後它本身這個吸血鬼 經營不善以後 你政府進來還用人民的納稅錢去貼 這是很不對的事情 好 但是為什麼美國要叫矽谷銀行 矽谷銀行呢 那是因為矽谷銀行服務的 是加州的矽谷這個地區 很多的新創的企業 那美國現在因為要對抗中國大陸 所以如果這些新創的企業也倒的話 那美國對抗中國大陸的利器 就少了一把 所以為了要使這個利器 繼續能夠去對抗大陸 美國政府就違反 所有自己定的規則去滿足他們 然後讓他們的財政能夠繼續運轉 現在瑞士信貸更大的一個問題是 因為矽谷銀行它最多 也不過就是4000億美元左右的一個資產 可是這個瑞士信貸是幾兆美元的 幾兆美元 雖然說是大到不能倒 但也有可能大到救不了 最後30秒的時間 對 那它現在 可是因為瑞士信貸 並不服務於個體的個體戶 它是只服務於這些更有錢的人 例如說包括毒銷 包括這些利益的集團 甚至包括別的國家的銀行等等 那你想如果它一倒的話 會不會產生更嚴重的 這個雷曼兄弟的這個骨牌效應